仲夏时期的清晨 金色的晨曦穿透云层洒向大地 尾向门岛开启了崭新的一天 流动的白云倒映在碧海中 岸边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城市文明和大自然在这里和谐共处 相依相存 远方的家世之祖于2019年来到这里 同原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的专家们 一起见证了中华白海豚的美丽身影 你看它其实是每一头个体的这种斑点 它是排列的顺序或者是粗啊细啊 都不同 然后我们给每一头个体变个号 那也就是这个斑点它是不会变化的吗 不是 它是变化的比较慢 其实白海豚它刚出生的时候 它的体质是那种比较深 鲜灰色的 就不是现在看到这种白色 不是白色的 是鲜灰色的 颜色很深的 随着它慢慢地增长 它再慢慢地变淡 变成浅灰色 再增长之后 它慢慢地会有一些白色的斑点 再接着它年龄的增大 然后慢慢地变成全白的了 但有一点黑色的斑点在上面 等它老了 黑色的斑点就越来越少 通体都是白色 带一点那种粉红 所以它也叫粉红海豚 就是它年纪越大 就到老的时候会变成粉红色的海豚 对 而且它皮肤也会皱起来 像我们人一样的 皮肤会有点皱皱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通过颜色远看 就能看出这一只海豚 它是成年的 还是幼年的 对 大概可以通过它的这种 身体颜色的变化 大概地估计它是属于不同的年龄段 中华白海豚 是目前中国水生生物 鲸豚中唯一海生存的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又被称为海上国宝 1765年 瑞典科学家彼得奥斯贝克 在中国广东珠江口航行时 首次发现白海豚 并将其命名为中华白海豚 它属于小型齿精类哺乳动物 生活在河口内湾 寿命最长可达40岁 厦门海域是主要栖息体之一 王先言建议我们 跟随他们的考察团队一起出海 进行中华白海豚动态监测 第二天早上八点 我们从陆江岛公务码头出发 不是这艘船 那艘小一点的船 为什么不用大船呢 船太大的话 一个是对海船本身有干扰 另外一个是船太大也不好跟 这块 很多地方比较浅的话 大船也去不了 王先言告诉我们 团队几乎每月都要出海监测 周期为4到5天 覆盖整个夏门湾 约1000平方公里 根据荡月天气和风浪情况 再决定出海的具体日期 船长柯顺良经常配合海洋三所的监测调查 经验丰富 他们已经合作近10年 王先言介绍 厦门湾中华白海豚动态监测的常规路线 主要有4条 一条从公务码头出发 经西港往北至杏林大桥折返 覆盖九龙江口后返回 行程约56公里 另一条是从公务码头出发 往南至吴宇后返回 大约48公里 第三条覆盖同安湾 同安湾口及环东海域 大约60公里 最后一条覆盖大邓小邓 及围头湾海域 大约68公里 所有路线基本覆盖了 整个厦门湾水域 我们选择第一条路线进行监测 沿着九龙江入海口往东南 航行约一个小时 惊喜突然出现 哇 我看到了 我清楚地看到了 太远 它很快还会出水再活动一下 来 出来了 出来 在这边吗 一点都好像 那它离岸是很近啊 我觉得这个画面太珍贵 我们是只发现了一头是吗 这个画面太珍贵了 只有一头 它要几分钟才会出水呼吸一下 它一直在周围活动 但是我现在只看到了一眼 太难 但是我现在也非常难形容 我第一眼看到中华白海豚那种心情 忽然间一只白色的海豚从海里翻出来 然后呼吸一下就走了 我们的前方出现了这头中华白海豚 每次出水仅一秒 就像一朵稍纵即时的浪花 又很快潜入水中 我们与这头中华白海豚的距离越来越近 露出水面的背脊上 能清楚看到它粉白色的皮肤 黑色斑点 从肤色判断 我们发现的这只是常年中华白海豚 工作人员测量发现 中华白海豚的水域深度为16.7米 我们很想知道 为什么只有一只白海豚单独出现 它又在做些什么 突然它开始朝一个方向游去 中华白海豚的游速 平均每小时约5公里 受惊扰后 时速可以超过15公里 王先燕决定继续追踪 我们的船保持着百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跟在它身后 没过多久 正前方的海豚突然开始加速 无辅心猜想 前方一定有什么吸引着它 我觉得这种行为 就是可能 前面有其他海豚 发现其他的同类 就是它加速前进了 对 因为一下子 最近其实速水道的速度 特别快 比较兴奋的那种感觉 就在这 就在这 快我们可以加速了 船长 就正前方 12点钟方向 其实说实话 我们在这个海上 厦门湾转了很久 到现在已经四个多小时了 但还是没有离这个岸边太远 那边就是我们定点监测的双子 所以说明这个定点监测 只要你看的这个面够广 就可以拍到吧 前面有一群海豚 真的是一群啊 真的是一群是不是 他就是 看来 所以他应该判断正确 吴博士 你太厉害了 通过肉眼观察 前方距离不到400米的海面 同时出现了四五只中华白海豚 王先生也介绍 中华白海豚通常三至五头 或一头单独活动 在耳料稠米的水域 有时也可能见到 十几头甚至四十头以上的 中华白海豚聚集 太幸运了 就在我们河川塔腹中间的 这一片海域 就有四五只的中华白海豚 我现在感觉它们真的太厉害了 刚才它们没见面 王老师和吴老师说 它们发现彼此的时候 距离有一公里以上的 一公里 它们距离有一公里在水下 就可以对话吗 应该是它有探测到对话 就是它们的声波探测 它就很快地去找 由上那一块现在它俩已经会合了 这边三鸡 那边还有三鸡 也太 有一只灰色的 对 灰色的就年龄比较小一点 年轻的小海豚 我们亲眼见证中华白海豚 是用回声定位找到小伙伴 不禁再次感叹大自然的奇妙 海豚们会合之后 在海上刺激比伏 出水频率很高 仿佛正在快乐地交流 这画面太美了 刚才有三头海豚 四头海豚同时探出水来 远处就是城市 我现在真的 真的很理解 之前人们说的 站在厦门市区 就能看到中华白海豚 那不是 那不是人们的房子 这不是 这不是 看到了吗 它朝向我游过来 运气好吧 长长的会 对 运气太好了 长长的会对着我在这里 跟我们玩 眼前共有六只中华白海豚 围绕在我们的四周 距离不到十米 碧海蓝天中 在我们身旁上下竹浪 露出美丽的曲线 王先言告诉我们 海豚有丰富的情感 并有七八岁海豚的 智力水平 在与中华白海豚 打交道的经历中 有许多事 都让科研团队为之感动 在这 你看 这一群海豚 一只大的 驮着小的 对 一只大的驮着小的 大概一群 大概有十几只 这只驮着的一部分 有一部分还在水下 这应该是它的妈妈 驮着一只小海豚 它的宝宝怎么 已经死亡了 但是距离死亡什么原因 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 掉了 掉了 哇 它的孩子已经去世了 所以它不愿意放弃是吗 对 还在进步 还在一直在 在摇它 在晃它 让它醒一醒 对 背在背上 带着它走 在顶着它 或者顶着它 或者背着它 它的宝宝是已经死的 是吗 对 它还一直驮着 它的这个幼带 很坚持 并且不光是这个母亲 它的朋友也在陪着它 对 一群海豚都陪着 算是在给它 这个保驾护航 让它往前走 尽管小海豚已经一动不动 海豚母亲 仍一次次地把它拖起 小心翼翼又十分执着 仿佛在呼唤着孩子 快点醒来 回到身边 就算过了许久 也不肯放弃 这份母爱 已无关自然物种 令人动容 可爱善良的白海豚 不仅仅救助自己的同类 还有救人的传说 而中华白海豚 也成了厦门人眼中的守护神 人们把看见白海豚 视为豪玉兆 并身体力行地保护着 这些美丽的海洋精灵